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叫羽木 是吧 不是 羽棋 我必须说明一下 为什么陆极 其实陆不陆极对我来说是无所谓的 但是我们确实我们中国的护照啊 你要去欧洲啊 去美国啊 有些不方便 每次得去大使馆签证 太麻烦 你拿个日本护照啊 你带着孩子 你要工作 要出差的话 去美国 去荷兰 我很方便 即使就为这个 是落地签吗 那些 都是你 都是享受落地签的 我拿着日本护照的话就是免签呀 就是到陆地 他给你盖个章就可以了 其实就为这个 我其实内心还是中国人 我感觉我还是应该拿个中国护照 这个表态一定要表态 这个真没办法 新是中国新的 每一个在媒体上讲日本的人 都得先表态是吧 都得表态 哎呦 我的天呐 但是我是想上次 这个冯小刚也讲到一个地方 他就说这个日本人呢 做事认真 所以冯小刚就说啊 说你要骂日本的 那你先问问 你做事 有没有他做的好 那你要做 见见事 对吧 你每件事 是不是都能比他强 如果能比他强 你打 你能打得过他 是 你否则你要不比他 你又不比他强 你骂人家 你要跟人打 那你能打得过吗 就所以 这也有这种看法 当时 其实 怎么说呢 我在现场就看了好多 就有关冯小刚 对日本的设置组的一些 一些态度啊 他就是作为一个 就是 小刚是作为一个 就是一个电影人 对你 对电影制作的一个 就是你的 精业的求 就是那个 那个程度 他来判断一个人的 所以说 他对日本的 整个的拍摄的 这个过程啊 我们才拍了一个月 就是后半部分 才拍了一个月 很顺利 非常顺利 你到现场 你灯光都已经 给你弄好了 什么都给你弄好了 完了以后 可以 基本上就是 基本上导演的意图 都都在里边了 完了以后 作为一个小 做一个小小调整 就可以拍了 所以说 这些细节啊 就是给冯小刚的 就是感受 我想应该是蛮深的 这个 你 我还是对你这个太太 比较感兴趣 日本太太 这怎么着的 哎呦 这个 其实我 这个说来 可能要用 40分钟的时间 但是我用 很 对对对 三句话 三句话 其实我 当时 当时我没想过 要跟日本人结婚 但是呢 我又很怕 上海女人 那种 就是上海的女孩子 对你的那种 各种各样的拐 这个各样的 那个 我也受不了 你是从上海住去的 对 但是呢 其实我跟我太太结婚呢 就是很简单 她挺纯的 她没什么 很多的想法 也没有什么 就是跟着你了 而且我 我 我离国一次婚 我在这之前 我从中国过来 这对日本太太是问题吗 都不是问题 她不 她毫无 她不在意啊 我就跟她说了 我当时我记得 我第一次去她家里的时候 我把我的 所有的经历 写了一张纸 呃 我 我的父亲是谁 我的妈妈是谁 完了以后 我兄弟姐妹有多少 最后是跟谁结过婚 几次 什么时候离婚的 呃 什么原因 没有孩子 就这样写了以后 你这是征婚呢 对 谁讯记录 拿着这张纸 到她家里 第一次去她家上门 完了以后 拿了两瓶红酒 也是 就是不是便宜的红酒啊 也不是那种特贵的 呃 到她家里以后 就把这些东西 给她爸爸妈妈看了 看了以后 她爸爸妈妈一看啊 她说你还挺认真的啊 她说那个 没问题 只要你们两人幸福 呃 我 我们不反对 但是她妈妈说了一句 很厉害的话 她说 呃 她说其实呢 我们对中国人 没有什么特别的好感 没有什么特别的好感 但是呢 我们尊重 就是我女儿的 就是意象 她要跟你好的话 她肯定有她的理由 那我们不反对 你们就好好的 为什么对中国人 没有特别的好感 这些呢 其实也是媒体宣传 日本的媒体 也没有说什么好话 说白了 呃 整天你到现在为止 你这日本的媒体 没有说就是 就是正面报道 中国人的那些东西吧 都是 比如说中国人 在营作买东西 他都是从一个 负面的角度 去来描写的 中国人买 东西啊 买这么多东西 都是他们都是 呃 所谓的就是土豪 什么什么 就这种意思的东西 在里边 所以说 媒体也是很重要 那其中也有李经嘛 李经多次去日本购物 对 但是没有在营作出没过 我都是在小店里 没有上过大店 我是觉得 呃 所以我是因为加了 吴桑的朋友圈 我会经常看他 发一些感慨 我我虽然 不是每次都去 会去上面写一些评论 但是我经常会感觉 就是吴桑 他有一种比较 比较矛盾 甚至有时候 我不知道我怎么揣测 对不对 我会觉得他可能有时候 会比较痛苦 因为其实两边文化 他都介入很深 然后呢 他又经常游走 于两个文化 比如他对日本的这些 我感觉就是你 其实很多的 这社会秩序 整个人的整体的 这个环境都很 都等你是在这个轨道上 运转的 又很熟练了 然后突然又切回到 这个轨道上 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 其实我就说 即便是我在日本 就待了几个月的时间 但是你有时候就 比如说突然飞回来 你就会觉得 哪哪怎么 都不习惯了 我在日本 就是你经常观察 在那个日本社会 你觉得特别有意思 比如说 我们要做一次外出的话 你就可以精确到几分钟 几分钟出门 因为比如说他地铁 他都会精确到8点02分 是几分 下一半是8点10分 再下一半8点15 你就根据他这个时间 然后他到火车站是几点 火车站比如说9点20 是到 比如说我们要从东京 到下一个温泉 他都会9点20到那个小站 小站再过五分钟 小站又有一个火车 再到下面一站 就你完全可以把生活 精确到一分来计算 这就是这样的 你在中国我就讲了 你这半天你都不可能 你都不知道 在打多少的预付时间 因为他各种衔接 都不是很顺畅 然后我就比如说 还讲一个小例子 我就是有 比如说我们下面的 有一个公共汽车 它是早晨 比如说它是9点01分 发车 我就觉得我就经常开玩笑 我说日本人是一个 就是是是机器人 在运作他们 比如说8点提前 8点50几分 那个司机就会坐在 这个车上 他就会把车门打开 预热化的 他那个表 上面那个电子表 就开始显示8点59 我想比如说9点01分 它到底是 9点00到59秒 跳到01它就走呢 还是01要跳到02之前的 就这一分钟 它是取前面 是取后面走 我还观察很长一段时间 你知道它是取哪一个吗 我觉得我看的司机 它是取到后面一个 就是9点 慢一点 9点01分 过到59秒 马上不跳到02的时候 肯定启动 这整个社会是个钟表 我觉得是很多 一个秩序 一个秩序 就是他们的日本 特别有秩序 所以你知道 我听说你一件事 我就还是对你夫妻关系 比较感兴趣 就是说他回家 他这个日本太太呢 给他说一个媒体上 日本媒体讲的事 大体就是中国游客 在这个日本买东西 比较粗鲁了 或者这个明明找了钱 愣说没找钱呢 或者说人家可能不让 坐在那个店门口 那儿打吃打喝 咱们吃 我觉得有意思的是 你当时这博客里就说 你说你太太 给你讲了这个事情之后 你说你就向你太太道歉 我觉得你们这个夫妻关系 这你为什么要跟你太太道歉呢 因为我觉得他是日本人 他跟我说的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是想告诉我 就是你们中国人 在他的店里出现了这件事情 完了以后呢 他是他又有一部分的感情 是站在我这边的 就是你们中国人 就是我丈夫的国家的人 是这样的 就是我非常不希望看到这种状况 当时我听了以后 我确实 哎呦我非常难受 非常非常难受 我想就是经常会发生这种事情 后来我就没跟他说 我就把这个面包的钱 给放在一个信封里 埋了一个邮票 就是同等的价值的邮票 放在信封里 寄到他的面包公司的总部 我说我代表这个中国人 想你们向你们表示歉意 啊是吗 我寄过去了 那那这事咱得详细说 他当时说这个报道 就是说有俩中国游客 是吧 对他那个就是那个 那个中国游客 就是那女的 最后就是买了面包以后 他说你还要找我 就是一百七十日元 一百七十日元 八块钱是密币 对完了以后呢 其实那个女孩呢 已经把这个钱扔到她手里 她手里还有一把零钱 硬币 硬币 她就没记住这件事情 就是她说你没给我 第一死咬着就没给我 但那个日本说 我给你了 但最后呢 就是因为 又吵起来了嘛 就是最后就店里说 就算了 就把这个一百七十 一百七十多块钱给她吧 就给她了 给她了以后 她拿了那个面包 就在店里就开始吃了 对完了以后呢 我太太回来 就跟我说了 当天晚上结账的时候 就是缺少了这个钱 一百七十日元 一百七十日元 她说这个是很明显 就是这个钱是那个 是已经付了 已经找给她了 当时我听了以后 特别难受 我就把这个钱买了邮票 寄到她总部 完了以后 她总部过了几天以后 又把这封信 又给了我 写了一封信回给我 就把这个邮票 再贴了我 再加了一些邮票 因为我寄信 还有邮票吗 全部还给我 她说我非常感谢你 我说我呢 会通过我的途径 来跟我们国家的人说 以后呢 就是再不要在店里吃东西 完了以后呢 还是要遵守这个秩序了 对吧 我说这邮费 也得一百七十日元 对 枪枪三言行广告 之后见 我说这邮费 这个你作为生活在日本的这个华人了哈 你要中日关系紧张的时候 你自己会觉得不舒服吗 哎呦那个其实对我的打击特别大 四五年前吧 我准备了一部 我自己写的一个电影的一个剧本 完了以后这准备要拍了跟北影 突然之间就是保调人士上岛了 上岛了以后就整个就是我的计划 就是准备了四年三年的计划 全部一下子就全部停止了 就是不能再拍了 因为北影的老总跟我说 就是头上这个不能拍了 谁敢拍啊 拍了以后那些剧院是肯定是 验线是不可能给你上的 就没人跟我投资了 所以说当时打击特别特别大 我这三年的准备完了以后 再加上地震 那个地震 那个日本东京大地震 完了以后又加上我脑子又动了一个手术 整个人生就是跌到了一个 就是最低的低谷了 你的人生简直是跟中日关系同步 对啊 就是你你今后你不知道中日关系 什么时候会恢复 因为我们是靠中日关系好 我们才有点工作有口饭吃 如果说你没中日关系不好的话 我跟你说我做什么 我们这把年龄了 公司不会用你 对吧 也不会做贸易 你说什么地方用你啊 你还是 我问你啊 就是日本民间 普通日本人对中国人的这个印象 是比起以前是在变坏 还是一样 还是变好 我认为就是自从钓鱼岛事件发生以来 是在慢慢变坏 这是一个事实 但是呢 这局限于局限于一些 我认为是还是一些年轻的中年的 但是呢 我认为啊 好多人都认为认为 以前经历过战争 那个年代的那些老年人 肯定是 我接触的 我周围接触的一些日本的老年人 他们对中国还是蛮友好的 蛮友好的 特别是家里没有 比如说丈夫以前是到中国去打过仗的 就一般的平民的话 他们对中国的影响还是比较 比较那个好的 就认为他们认为就是 日本人的文化里面有很多是中国来的 包括佛教啊 这些东西都是从中国 传到通过朝鲜传到日本来的 所以说对中国人的一些认可还是比较深的 不像现代人 你比如说 就是我还是想夫妻怪 你说你这个跟日本太太在一起啊 他也是两种文化 虽然说也有中国文化 对吧 但是你那种亲情啊 你觉得跟你不是以前在中国也结果 那种亲情跟中国夫妻的一样吗 哎呀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比如说 比如说价值观啊 就是最最 一个好的耳机 哎 别人有了 我也要有 有一个好的一个一个CD啊 有一个家里有一个照样机 对吧 他呢就是呃 可能就是这个东西 我有了 我有 我已经有了照样机了 我这个好的照样机 我我现在不会去考虑买 呃 当然这是呃 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啊 还有价值观 还有考虑到孩子的教育啊 呃 生活的习惯啊 各方面啊 就是完全是不一样 咱们过去说 就是说最幸福的人 什么吃中国菜啊 娶日本太太啊 都沾上了 对 你还是不是 你每天一进门 都是这样的 没有没有 然后是家务家务活 你要干了就是对他的侮辱 我听说是这样 呃是的 呃有一点就是 当时他我在拍 鸦片战争的时候 我在中国待了一年嘛 我就把我太太 叫到叫到中国来 她一个人住上海 我去周山去拍 完了以后呢 拍完那个鸦片战争以后 他就跟我说了一句话 他说我们要都要回日本了 他说回日本以后 他说我要就掌管 家里的所有的财务 呃经济 现在是财务啊 他因为在 我在中国的时候 他不会花钱 他都是我花钱 我给他一些钱 他是他就他就感觉到 就是他回日本了以后 他要做家庭主妇了 而不是你你来管钱了 我说没问题啊 其实对我来说 我到日本以后 后来我回到日本以后 我一天都没拿到现在为止 我都没看到过工资 都我把卡就直接给他了 他工作吗 他现在工作啊 他工作 都说日本女人结了婚都不工作吗 哎呦他那个我孩子就 两个孩子长大了以后 他开始就就不用在 在每天为他们做什么了 他就去面包房 他也是学电影的嘛 他是摄影师 哦 完了以后就去做面包房 你想就一般的面包房 他就做了干十几年 工资也不高 但是日本人就是就这样 我就很佩服的 其实内心还是 自己家的吗 还是替别人做 做帮别人做 我以为你们自己家 没有 就就他能做这么长时间 而且从来没有怨言 就是工资啊 加一点他很开心的 跟他加十块日元 赶紧加一百块日元 每年他就会很开心 完了以后呢 他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奢望 这种我认为就是 对创业啊 这种企图心啊 是不是他们 他们有一种 我就是觉得就是 真的是社会沿袭下来 就是你 比如说你像讲的药妆店 为什么在日本那么繁盛 我觉得因为日本有一个特殊的 这个就是 就是比如说女的 到了一定程度 她孩子都 她就不工作了嘛 所以他们白天 有的时候我也觉得 有时候我也想 日本女的挺幸福的 白天你看 街上没有这个 这个男的很少 就是平时啊 地铁里商场里 在那咖啡店里 全都是这个 家庭妇女在这聚会 然后打扮的 他们又很讲究啊 你什么时候出来都 不管多大年龄 都打扮的很 很讲究 然后一起逛完了 喝个咖啡 吃个餐 然后你看 那要是 不是周末的时间 在好商场里 大商场里 都是这个 这个妇女这个阶层 所以为什么 它有一些行业 会比较繁盛呢 就包括药妆店 我就觉得 它里面就是分类特别细 就生活各种各样的 而且日本的很多概念 就是什么 什么 怎么收拾东西啊 怎么 我觉得都是跟他们的 这种社会的分工有关系 所以讲到这个 我觉得他们女性 这个 因为就是很多人 还是从事这个 就是不工作 这个行业嘛 所以他们对生活品质的 这种要求也特别高 然后 比如说他照顾孩子 他们要做家庭计划 我都觉得像我们这个 我经常去 我都觉得很惭愧 你说我们什么 有什么家庭计划 一年要出去 到哪旅游 我们根本没有办法 做那么细 出方向 我们是对 随性所运行的 他们是一年 恨不得提前一年 我们今年也是 到哪度假 哪一天到哪一天 酒店可能提前一天都定 提前一年都定好了 对 然后今年预算要是多少 然后比如说 我们到那 问我 我说没有计划 我们下周想上哪 反正就是 就是过得比较粗放 他们是因为 有这么个阶层 所以生活 贴上都是 贴的都是计划 对 孩子什么时候 是要吃饭的 要做盒饭的 什么时候 不要做盒饭的 都是在 整个都有计划 一三三小表格 完了以后 你不能动他 你动他 他就乱了 有这么一个太太 真是 也挺麻烦的 是吗 将三人行广告 之后见 那你觉得这日本太太 算是我们说的那种 贤妻良母吗 嗯 我 你说我 你是让我跟 帮我太太 帮我太太做个评计 我认为我太太 不是贤妻良母 怎么说 嗯 他只能说是一个良母 不能说是个贤妻 啊 嗯 我很客观的说啊 呃 贤妻 我不知道贤妻应该怎么 怎么来很 就是来来 很 一些感觉啊 一些什么 我就感觉到我们 还是因为是两个国家的人的关系吧 我可能 我对他的好 他有的时候他不接受 他对我的好 我可能感觉不到 这个 你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 哎呦 就你对他的好 什么 你对他怎么 比如说啊 呃 我呢 挣钱不多 我挣钱不多 在日本基本上是没有挣过大钱啊 到现在为止 但是有的时候我会在上海 我跟他买一个买一个珍珠啊 或者买一个戒子啊 呃 什么宝石的 或者我朋友到什么 大西地 我就跟他买一个黑珍珠 黑珍珠啊 什么 他其实 一 我们经常会送一些东西给他 但是这些东西到他手里以后 他从来没有就是 呃 好好放过 他随便一扔就扔 也从来不用 你想 我在香港买了一个LV的包 就他就唯一的一个LV的包 呃 我记得当时是一万多人民币吧 啊 他就这样就放着就不用的 从来没用过呀 我就感觉到这是 他是不喜欢我还是不喜欢这些东西 还是 还是 是怎么 是一个什么情况 我觉得是 是无嗓的问题 那您他也不喜欢这牌子 您以后就不要再老买那些名牌呗 我 我的名牌就LV包就买过一个 其他的都是一些什么戒指啊 什么的 这些东西 其他的是 他也好好放吧 你看前两天 前段时间给他买了一个 在银座买了一个一个珍珠的耳环 也是朋友送的嘛 就很 其实很重 很很很很珍贵的 他就永远放在这个地方 就不动 你送给他的什么 那个什么 iPhone Watch 对吧 啊 他 他用用用两天就放着 其实他也可能说是我应该 从另外一角度去理解他 就是他不是那种对物质特别有奢望的人 他生活就是其实挺简单 他也买便宜的东西 就是他其实还是从这么思考 人家节俭呢 还是 还是蛮 节俭朴素 这些还是 对 但是他对你百依百顺吗 不 两口子也会 我们 我们很少交流 夫妻啊 夫妻吧 我认为其实这种关系维持的挺好的 就是 不要过多的 就是一定要交流到什么程度 我认为就是一定是代表夫妻 就你怎么好 你不 我认为检验 夫妻关系好的一个唯一的真理 就是大家管孩子 对有孩子有责任 不离婚就可以了 你说 听上去 两口子不太幸福 比较直接 我说话比较直接 我不想 就是 就是把不真实的我表现在给 给大家 对吧 其实我认为我这样生活挺好的 特别好 挺轻松的 我跟你说 日本人不给男人打电话 就是没事 有事 就中国 我跟哥们一起吃饭 一会儿一个电话来 你在什么地方 对 就这样回来 我特讨厌 我太太从来不打电话 哎呦 这日本女的 从来不打电话 日本女的都是这样什么 这是共性吧 应该是很多 应该是很多 你经常打吗 不打 我也不打 我是日本 这方面也是日本女的 对对 这方面也是日本女的 越打越 其实男人越走越远 就是 哎 你觉得日本人啊 你看 其实中国人对日本人 这个情绪很复杂 有这个恨啊 也有什么 也也 其实很多的是一种好奇 就说这个人是一种什么人 你比如说我在东京啊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好像到了一个 与世隔绝的地方 就这个地方与世界无关 然后很多人戴着口罩 嗯 就是哎 我就觉得也挺安静 挺僻静 谁都不给别人找麻烦 就是但是你又你你会好奇 就是他们的内心 嗯 这是一种什么人 这一种想法 我至今我在日本待了28年 我至今还有 有的时候就想 他说的话 那个人的表现 呃 他的态度 呃 也许他不是他内心在想的 这这是 蛮捉摸不透的一件事情 呃 我叫这日本人 就是跟中国人的不一样的地方 他不太善于就把真实的东西 表表现给你 给你看到 呃 中国人就是我们挺直爽的 有些就是直接就骂大姐了 或者吵架了 就是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了 他不跟你吵架 他也不跟你说啊 就是这这就是比较 就说话 就据说是说话 特别爱绕弯子 嗯 对 就是讲话很很委婉 委婉到你不明白他什么意思 最后你还不明白 到底想说什么 对吧 但是呢 我时间慢慢时间长了以后 我也能琢磨出 呃 日本人其实他是想这样说话 他表达的意思就是 也是一个比较中庸的 就是不让你 就是感觉我说话 是针对你的 呃 我觉得我我去年就是呃 有一个感受比较深的 就是从日本 然后直接出差去欧洲一个 然后我当时也感觉就是如释重负 你知道为什么 在日本就是 我是觉得日本人 他真的就是一个高度呃 有一个好像有个外力在在约束着他们 所以你在公共场所 他们你都感觉都是很收敛啊 呃 很内心 很很很很内心的那么 比如说你可能 我我我觉得在那个地铁里 可能这样敲二郎腿都是 嗯 都一眼就被人看出来了 就没有人这样 然后他们会约 就是他的那种社会约束力会强大到 你每个人在那里面 你稍微不一样 嗯 你就会觉得自己很不舒服 你就会觉得所有眼光都会看你 比如他们在地铁里 不会这么伸开报纸 因为你会妨碍到别人 对 然后你的双肩背不能背在后面 因为别人会撞 就是你会撞到别人 对 所以呢 就是每个人都遵守这个 然后我我有时候会经常 哎呀 这差异太大了 但是我上次 比如说从日本直接到美国 我就如是政府 我一开 美国人跟我们一样嘛 跳个二郎腿踩个椅子嘛 就是 法国人也一样嘛 坐在地铁里车厢 哎我就想这日本太特殊 我们不能跟他学 所以我就很 我就最后松了一口气 我说还好还好 这个日本不是世界标准 如果是世界标准 我们就